大家好,欢迎收看RedJS从Rumor到实战 那么在之前的几节课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个RedJS 比较常用的这些知识点都已经讲完了 从这个RedJS介绍 到这个JSX 到组件 到State 到Profs 到这个组件API 全局API 组件的生命周期的这个介绍 AJAX使用 这个表达与实践 以及这个Refs和这个节点的这个渲染过程等等 那么这些课呢 我们来具体来找一个例子 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来 怎么来有这种产生分析思路 以及到这个最终的实践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 类似于这个后台系统的操作 可以看到这个 最一开始呢 是一个这个 按照性别来筛选的一个筛选框 然后紧接着是一个按照姓名 来筛选的一个筛选框 然后下面是这个 用来修改内容的这么一个操作区域 然后紧接着是这个数据内表的展示 那么这块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这个具体区分一下 有同学会问这个为什么 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换了一个这个IDE浏览器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最近这个在使用 Sublime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因为之前他虽然是正版的 但是经常保存保存够那个多少次之后 他会要求你说必须要这个给你一个选择 是否是这个保存代码 然后是否需要购买 但是购买不购买都可以正常使用 没什么区别 但是这个弹窗特别烦 然后最近呢又出现了这个弹窗之外 就是结果需要我来输入这个Mac上 需要输入我的管理员密码 这个就搞得特别有点恶心了 你说你一个简单的ISC键 可以关掉就OK 但是你要输入密码就得按好几个字母 所以我就暂时换了一个浏览器 换了一个这个编辑器 那么这个是item 和过头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例子 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从整体上划分来说 最明显的就是它分成四块内容 姓名一块 性别一块 然后是姓名一块 然后是这个修改内容是一块 然后是这个table是一块 那么基本上就按照这个gender name modifyinf 然后这个分数表 这么几个 那么如果你具体下面再细分的话 其实这个分数表 每一行 它其实也可以来作为一个 这个作件来处理 就是它做这个 我们暂且叫做这个scoreitem来处理 然后这个 它相应的操作就是这个修改和删除 但是这块有存在了一个这个相应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在划分这个模块之后 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gender和name 这两块是相对独立的 相对于对方来说是独立的 然后这个相对于modinf来说 这三个又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这三个的修改 会直接影响到这个scoretable的展示 展示的数据是否 是这个符合上面的筛选情况的 或者是修改之后的更新的情况的 所以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组件之间的交互 那么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这种 这个思维方式 GGS它提倡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任何子组件的状态修改 如果说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 比方说这个A组件 A组件和B组件 相互之间数据是有影响的 它按照它之前的做法就是 把它们最外层再包裹一个组件 比如说叫C组件 然后AB组件 分别是当作C组件的这个子组件出现 然后把这个 比如说 我换一个名字 假如说A1 A2组件 选在外边包括一层这个大写的A组件 那么它A1的任何修改 可以让它回馈到这个A的 state修改 状态修改 A2也是相对应的 然后比如说A1和A2之间相互有影响的话 它们就可以通过这个A的state 产生这个相互影响 怎么来相互影响呢 就是说A1首先更改了A的state的状态 然后A又通过这个props 通过props分别传递到这个 分别传递到A1和A2的修改 然后来告诉它们怎么来这个改动 那么这种模式呢 在我们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一看就是特别特别契合的 因为你在这个姓名姓名组件 性别组件修改完之后 下边列表需要修改 这就是这个组件和这个组件 之间有互动 那么姓名呢也是 比如说我有一个3 就把所有带有3的名字了 都直接拎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在最外层 这三个这四个组件 最外层给它包裹一层 包裹一层组件 然后把这个相互的数据 相互的数据传到最外层 这个组件当中 然后以任何的这个组件的 子组件 任何子组件的值得修改 不管是这个姓别姓名修改信息 甚至是这个后边有这种删除操作 它都传递到最外层这个组件 然后最外层这个组件 通过修改state的状态 来更改数据 然后直接再反馈到其他组件 就是刚刚展示的这个姓别 影响列表 姓名 删选影响列表 而这个列表的这种修改呢 又影响modify 然后它反过来 存在一个bug 然后它又反过来来影响这个列表的展示 产生相互交互的 所以从这来说呢 我们就需要 所以从这来说呢 我们就需要在最外层给它包括一个组件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 时间关系 我提前把这个例子写了 写了之后 然后那个我们直接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例子 刚实际上像刚刚的这个 这种表示的关系已经说的特别清楚了 你在你在把这种思路只要理清楚之后 一旦开始写代码就可以很快的上手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 刚刚那会儿也提到了 就是说任何的这个 reality.js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库 你可以在这只上再使用这个jQuery或者其他的 那么这会儿为了操作方便呢 我使用了JQuery 我们来看一下最外层的这这几个结构设计 首先这块有个假数据 这是第一版写的 随后呢 会需要有个第二版 就往上来对其中一些需要优化的点 来具体再说明一下 我们待会儿再提 先来看当前这个例子 你再用到这个student student score table 这是最外层的一个学生表 然后是修改分数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然后是这个 性别筛选器 然后是姓名 然后是这个score table 展示的类表 然后是这个score time 是其中具体的例子 实际上这个最外层的东西 我们在写的时候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会那个 先把最基本的架子搭起来 什么意思呢 先写出来每个变量 先写出来每个组件 然后组件当中的这个 它的结构需要包括了那些组织结构 会简单先列出来 然后其中的属性 或者是这个state的值 可以在具体写哪个组件的时候 再来具体这个分析它 需要有哪些属性 然后具体到这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最简单的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写 比方这个性别筛选器 它其实是没有子组件 它只有与副组件 它的拥有者有一些交互 在这个当中呢 Gener filter 就是和最外层的这个student score table 有交互 它的交互体现在那几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知道 你性别筛选文之后 是需要影响 是会影响 列表展示的 所以说你性别的任何修改 必须有一个地方 有一种方式能回传回来 那么这种方式呢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就是说你在任何修改的时候 你可以让你的拥有者 通过传递这种 通过传递这种 那个回调凯数的方式 把它当作一个probs 传递进来 然后你在 你自己在用户出发任何操作之后 你自己在调用 你的拥有者的这个回调凯数 那么像这块你在写的时候呢 直接通过这个probs 传递一个gener change 进去进去之后 把这个值传到那个gener filter 自组件当中 然后自组件的任何 按亲戒指件 在这块按亲戒之后 来直接这个gener 进去filter 进去handler 来调用这个副组件 同时把这个用户输入的这个值 给传递进去 这会儿还有一个这个gener filter 这个值是用来作为这个保存就是用户已经输入的这个 已经输入的这个值是什么 其实这个你如果没有别的地方没有用的话 没有用到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可以完全不用传递 这会儿这是为了这个 嗯 它这个探索就是有任何其他地方可能引起的这种 有其他地方引起的这种性命修改啊什么的 可以通过这种probs方式传递进来 然后你在这需要修改的话 可以增加一个这个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value 跟insister probs.gener filter 通过这种方式 它直接修改 这个也是ok的 然后那个姓名filter其实也是类似的这种道理 嗯 稍微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都基本上都是这种 通过这种用户输入 有用户输入 然后这个选择值 同时把值给传递进去 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回传 但是相比之下 这个modify filter就稍微复杂一点 为什么会复杂 它复杂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 它复杂的地方体现在 首先用户 它不是 它在第一次操作的时候 它不是直接修改modify filter的 它是修改这个table 通过table触发的操作 来把这个对应的值 来把这个对应的值给传递进去 在这块 它就是我点了修改之后 我点了修改之后 把这个这一行的数据传到传递到这个modify filter当中去 传递到modify filter当中去 然后用户通过修改其中的值 但是当它点宝层的时候呢 又通过这个 组件把值给回传回去 影响到整体 影响到这个列表 所以会产生这个两种交互 两种交互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基本使用的时候呢 仍然是一样的 我们来直接看一下 你在写的时候 一般来说这个 一般来说有任何值的更改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那几个组件的生命周期 就是有任何副组件传递过来 通过props来传递过来的这个值的修改之后呢 我们都有这个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通过这个方式来接收 新的这个props的传递 这块简单来做一个判断 是否它传递的值是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直接返回 没有新的 然后这块那个 它会更新自己的这个state值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资深也要保存一个这个status的值呢 其实这个地方你简单 如果你正常使用 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这个state 继续想象传递的时候 也无所谓的 但是这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你的这些信息 它不是全部都可以展现在 展现出来的 比如说会存在一些背后的信息 像每一个学生 他的这个ID号 比如说这个姓名有可能会一样 性别会一样 分数会一样 分数会一样 但是必须每个人 给它分配一个独一无二的ID 而这个ID是没有展示出来的 你在改变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ID的 所以需要有个地方来存储 那么这时候state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么在这一棵呢 可以看一下就是 它接受了一个probs 具体里边probs的值是什么 这个完全是看你在传递的时候 需要展示那些信息 需要保存那些信息来决定的 然后紧接着这个 我们知道传递进去的时候 probs可以通过这种value 通过value通过probs这种方式来传递 然后紧接着有一个这种回调函数 也需要通过这个probs这种方式来传递 Cpandler和之前的那个建造的其实是一样的 和那个姓名筛选和性别筛选是一样的 都是这就调用这个probs传递过来的函数 然后把现在的值给传递进去 那么这块特别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id号 传递进来的这个是否是有id的 那么这个scalable呢 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个看完了 它有这几个组件 还有这个scalable其实是比较简单 scalable和scalableitem scalableitem就是每一行 它的展示 scalableitem是作为这个scalable的子组件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它的这个修改和删除 也是通过这种传递的方式 引入进来 然后它去中是包括每一行的这个 学生的性命 性别 成绩 以及这个 触发操作 组成 这块主要的这种选耳逻辑是在 主要的这个展示的判断逻辑 是在这个scalable的这个 gender方法当中完成 这块钱 这块要注意一下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 你在你的任何状态的修改啊 值得修改啊 如果说这些东西是可以这个 嗯 计算得出来的 以及这个不用保存的 那你都可以放在人家里边来临时的计算 那么在这块的时候呢 进点filter namefilter 直接通过这个副组件传递进来 根据这个来进行计算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scal nots scal nots是什么 就是整个存储的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是把了当做 整个最外层组件的这个state来来存储的 所以这块通过这来取来取出来之后来进行判断 判断这边filter合不合适 namefilter是不是符合条件 然后这个delete flag是用来做删除的一个标记位 因为我们删除的时候这个数据还是需要的 你在删除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删除了 如果是真的删除的话 也可以直接把数据删掉 然后不用来判断 然后这块就是总的做了一个标志位 这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数据展示出来 push 每次都push一个这个square time 这块这个k我们之前也说到过 如果说有类似的这种对电渲染的话 必须要有这个k 不然的话 它会这个是为了增加效率 不然的话 这个realize.js本身也会阻止你的这种行为 会报错的 然后这个最外层列表呢 我们看出来 它内容基本上就是定义了一对回调函数 也不是回调函数 就是这个自定义函数 然后是需要作为这个自作件的回调函数来进行处理的 做了一些操作 无非就是这种set state gender filter delete score item啊什么的 设置它的delete flag name change name filter 然后modify数据的时候保存 进行保存 找到对应的id进行保存等等 这些东西保存修改也是也是一样的 找到从这个我看一下state的delete当中找到id相应的 然后进行了一个复制操作 后边的每个组件 它把需要用到的这个回调函数传递进去 同时把这个其他的需要用到的值 需要用到的其他组件 比如说这个表格组件 需要用到性命组件的值 性命组件的这个保存值 性别的组件的保存值 name filter 直接当作profs来进行传递 等等这些内容 这个代码我建的大我大概说了一下结构 然后大家那个下课之后呢 再把这个代码自己看一下 然后那个下节课我会来说一下这个 怎么来进行优化 有哪些这个需要注意需要优化的点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做第一版 其实你在实践过程当中 是有很多点需要这个是可以进行优化 然后来这个提升一下 你写的这种代码的这个间接性啊 效率啊 这些方面的东西 那么这节课先到这儿 好